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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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好 那我叫Elvis 那非常感謝大家今天這麼 也不算早 就是今天 禮拜六的早上 然後冒著風雨 這樣趕過來 那真的非常的 有非常的辛苦 對 我剛剛來的時候也是 稍微被雨淋到了一下 那先 開場前先不能免俗 一定要做一下調查 在座多少人 本身是有在從事Android開發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Android開發 喔 蠻多的 大概一半左右 那我很好奇 另外一半是 我們也是有浩雪的精神 那基本上呢 這邊 今天這個講題呢 不會非常的深入 就是如果你們想要聽的是 很新的技術 或者是什麼 其實應該是不會有 那我原則上我會先談一下 就是 目前開發者 他們在 特別是Android的開發者 他們在開發的時候 會遇到的一些困難 有哪一些 那為什麼 就是我們要導入持續集成 這個概念 那我們知道其實持續集成 它其實是本身 它已經經過非常多的演變了 像早期可能是只有講 就是bash 就是一些showscript 然後autobu之類的 然後到可能透過server 然後透過雲端 甚至還有透過虛擬化的方式 做一些執行 不過今天很遺憾 都是不會講到那麼深 今天這樣就是講個 算是101吧 就是講個就是 如果你們今天之前 對於持續集成 沒有太多的概念的話 或是你們還不是很確定 它到底包含哪一些部分的話 這邊會簡單的介紹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會介紹一些 可能跟持續集成 不一定有直接的關聯性 但是可能還蠻有趣的東西 讓大家知道一下 對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 那不好意思 因為在開始前 可能請大家麻煩 就是如果你們有手機 然後願意填一下 課後問卷的 或是對於就是這個講題 有一些想法 願意跟我分享的話 可以拿出來掃一下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 課後問卷的表格 可以填寫這樣子 那如果有人掃了之後 發現沒辦法用的話 舉個手跟我講一下 確定一下 是不是可以收集到 大家的一些意見 那之後呢 我大概會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東西 它非常的龐大 之前在做的時候 我在想說 我是想要做一些 能夠像範例 然後讓大家可以做 看我一步一步操作這樣子 不過我發現 如果我在這邊講 可能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之後可能會用錄影的形式 所以你們的一些意見呢 就會是成為之後錄影的一些 像是介紹的焦點的一些參考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看到 怎麼樣的教學的影片的話 其實可以在這邊貼 那我之後完成的話 會把影片的連結 用email寄給大家 好 那簡單 這是我介紹一下 基本上我叫 Elf10 那如果你們有參加 像是Android台北 或是Android Developer 讀書會的話 可能有看過我 那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Android的開發者 那目前也有從事 iOS的開發 所以基本上 Android跟iOS 就是這兩個Mobile Application的Player Phone 我算是都有 略有涉略這樣子 那長期來說 其實這東西 也看它一直進步 就是Android 它其實從 應該從 它從2.2還是2.3開始寫到現在 所以它整個平台的變化 其實是看在眼裡 那它其實也變得比較方便 這樣子 那下面是我的GitHub 跟我的Blog 那目前是沒什麼東西 那如果說你們之後 那個Video出來的話 可能這邊就會有我的Simple Call 跟一些文章這樣 好 那進入正題 那基本上一個忙碌的開發者 他一天下來 會經過哪些事情 第一個 他一定要寫Call 那他所以 為什麼呢 因為規格又變了 可能老闆他今天想說 好像有什麼新的idea 所以改了規格 然後改了規格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很簡單就是你的編譯Failed 那為什麼 因為剛剛改了程式 對 就是墨飛定律 就是你只要改程式 它就會Failed 你只要今天要Release 它就會Bug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找Bug 為什麼 因為剛剛BugFailed 然後從附上做動作N次 直到你突破難關 解決了 OK Come here 然後再來 你終於開始寫新功能了 然後忽然間發現老闆 他又跑過來找你說 有個禁忌的事情 要請你去處理 所以你又放下目前的新功能 然後去處理一些事情這樣 所以一個開發者 他其實每天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雜的 你們寫Call的時間 可能會非常非常少 那一部分的原因是 軟體開發流程的問題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 因為你們有些不方缺乏自動化 那因為你缺乏自動化 所以東西都必須要用手動 那手動容易造成一些誤差 所以一個開發者 以前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所以呢 有句話說得好 就是邪馬窮商三代 抓寵物一生 就是 你要回到一個人的一天 給他一次程式 回到一個人的一生 請教他寫程式 那我們當然不能那麼悲觀 這是玩笑話 那基本上一個開發者 他在經歷過這麼多 要做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要做的事情 大概簡單的分成幾個階段來看 首先呢 他必須要有一個簡單的規劃 那這個規劃可能是來自於 開發者自己本身 那也可能是來自於 開發者的同事 比如說可能是設計師 或者是PM 然後再來呢 他必須要進行編譯 編寫程式碼的動作 就是所謂的開發 然後我們在開發的過程當中呢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進行一個板控的動作 就是我們可能會把一些 sauce code commit到 早期可能是svn 或vcs 或那個cvs 對 然後再來可能 現在主流是github git 那你可能用github很多 然後bigbuck也很多 然後再來呢 你需要做一些issue tracking的動作 這邊的issue tracking 可能就是你程式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你有發現一些問題 那你必須要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可能 團隊成員之間要去share這樣 然後再來你也會需要做一個 建置的動作 那這邊的建置基本上是指 就是你們如果已經comming到sauce code的那個 control system上的話 他應該會在主機上面 會做一個編譯的動作 那這個編譯我們一般來說 是希望他可以經常的做這件事情 就是最好是你每一次comming 他就開始做編譯 然後你每一次 發信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要立刻通知你 比如說你可能bill fail了 或者是你有某個call 沒有test了沒有過字 要趕快通知你這樣 然後再來呢 你在建置的時候 你除了編譯之外 你可能還要做一些設定 比如說你可能會有非常多的平台 應該說非常多不同的類型要支援 比如說我可能今天我寫了一個APP 那很常見的就是我可能會有 包含有付費版 然後有免費版 但是我的call其實是同一個版本 那可能是透過一些config的設定 然後做一些差異化 但是我可能今天我出的是 不同語系的版本 比如說不同國家 我可能會有不同的一些設定這樣 然後再來呢 我會做一個測試的動作 那測試這邊就是比較複雜啦 因為傳統上來說 其實我過去在開發過當中 我們大段時間的測試 其實是從人工測試的 就是你可能是請 你可能是RD自己測 因為你喜歡的時候 你一定要稍微玩一下嘛 然後看這個功能有沒有時間完成 那通常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team測 就是它可能叫做QAteam 那通常QAteam可能就是一群人 他們有可能是會執行一些腳本 去點擊一些按鈕之類的 也有可能就是人手去動 就是真的是很工人智慧的一個做法 就是人手去點它 這是一個很龐大的QAteam 那如果說你們這些測試的結果 都沒有問題的話 然後確定功能都有完成 那最後就會發布 那這個發布可能就是 包含發布到Google Play上 或者是可能透過某些方式 包含到Server上 讓你的內部測試人員下載 或是透過什麼Jobus 其他方式這樣 所以基本上一個程式的開發 其實是包含著蠻多的階段的 我們把它精煉起來的話 可能就是要從開發到編譯 然後到測試 然後到發布 所以我們剛剛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可以發現一些小小的問題 第一就是其實 我們再回到上面那一張 就是你的測試 你的開發流程其實是非常的長 我們工程師可能想說 我們每天都是寫Call 寫完Call之後編譯完 然後入口端看一看 沒有什麼問題就可以交了 一些學家練習都這樣 可是因為當你的架構一旦複雜 你的產品一旦比較複雜之後 其實你的很多要確認的事情 就開始慢慢浮現出來 所以我們在寫Call的時候 就必須要做很多很多的動作 來做一些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除了開發之外 你看到後面建置測試跟發布 其實又是另外獨立的階段 那你RD可能一開始是從開發開始 但是你可能到最後 然後中間可能經過非常多的時間 你都是花在跟你開發功能無關的事情上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流程是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再來就是事情很繁瑣 因為我們想 如果你們有做過那種 就是執行測試的經驗 比如說你們可能要寫測試 你們可能要跑一個測試 那你們跑測試 你們可能用手動手工跑 手動跑的話你們怎麼跑 就是你們一開始可能會先跟 Prada Owner或Prada Manager 去討論這個測試 是哪一些部分要測 比如說使用者可以做什麼操作 然後點擊什麼按鈕 看到什麼結果 可能有四五個 那如果你今天 你們公司比較小一些規模 你們就是自己要測的話 你們可能就是要做這個動作 可能做個五次十次 然後確定都沒有問題 所以光是測試本身 可能就非常的花時間 那建制本身可能也很花時間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 你這邊 commit之後 你發現 別人那邊不能編譯 或是別人它編譯 commit之後 你把程式碼sync回來 你發現你不能編譯了 或是剛剛有人 commit上去 然後你又commit上去 發現程式碼不能編譯了 那到底是誰的問題 其實是很難理清 所以基本上 整個測試的時間 跟建制的時間 都會花掉很多 那發布也是 因為如果說 你今天你有 你在commit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去截取一些 screenshot出來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你有 十個畫面要截取 然後你要支援十個國家的語言 那也是 你就要截一百張圖 甚至你可能還有不同的程度選 平板是一組 然後手機是一組 所以可以發現到 發布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多細節 但是這東西到底 跟開發新功能的關係有沒有 其實它沒有 對不對 因為其實它就是一些很routine 很瑣碎 你早就知道該怎麼做 你只是要花時間去做的事情 可是它就會花到你非常多的時間 那講了這麼多 基本上就是說 開發者的主要任務 其實是希望能夠focus 在開發新功能上面 那如果說你有沒有花很多時間 去做一些人工 就是花很多時間 做一些很規律的 很瑣碎的事情 其實是很不划算 因為其實 我們都知道RD的薪水 其實是 都還算不便宜 對 所以人的時間其實是比較寶貴的 一天其實就在 對對八小時 頂多你在加班一下 可能也 了不起十個小時 所以時間是很寶貴 好 所以呢 這是一個BUT的時代 現在我們講很多BUT 像人工智慧 講缺BUT 講一堆一堆BUT 當然 所以說既然今天我們 這麼重視BUT的話 讓我們對於 這個工作來說 我們是不是更應該 善用這個BUT的能力 讓我們做處理 所以我們這邊就講說 對於一個開發人員來說 其實你必須要能夠善用你的工具 善用工具才能夠降低開發者的負擔 因為基本上 理論上來說 工具本身能夠發揮的能力是無限的 你只要買好聯合機器 你只要多寫一些工具 你只要去買一些軟體過來幫你協助 理論上它能夠加速你的開發 應該是沒有一個上限 但是你的時間是很有限 所以如果你什麼東西都要自己做 或什麼東西都要用公司的 其他同事的一些能力去做的話 肯定是有一個boundary的 所以用工具絕對比用能力還要好一些 好 那講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看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說 這個故事這個例子其實蠻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能有看過 就是這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我忘記是英國還是哪個國家的一個CEO 他就是他在他的同事離職之後 他就看他的那個電腦 因為移植要把我的電腦回收 然後發現他裡面的電腦非常的厲害 就是他同事裡面寫了一大堆的腳本語言 然後任何東西他只要 那個同事他覺得需要花超過90秒 就是紅線畫的地方 他只要花超過90秒 他就會寫一個程式去執行他 舉例來說他如果要晚回家 他就9點了他還在公司上班 他就會有個機器人寄信給他老婆說 他要晚回家 因為他在假班 或是他在幹嘛幹嘛 他在解爸 他在幫同事的忙 然後如果他今天他有收到一封信 這封信是來自於某一個很常 很常打擾了他的客戶 然後他又發現有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可能是Sori啊 Helper啊 Emergency啊 ASAP之類的 他就會幫他的那個系統 做一個resale的動作 然後直接回信說 這個東西可以已經解決了這樣 就是說他基本上他把所有東西 只要他發現是很常出現的 只要他發現是很有規律的 然後又很瑣碎的 就只要他寫一個腳本 然後把它解決掉 他甚至還有提到他最後有一個工具 是他可以直接發一個腳本 然後發到他們公司的咖啡機 然後他們咖啡機就會幫他煮一杯咖啡 就是他連走去按咖啡機按鈕都不需要 這就是什麼是一個真的駭客的新聞 那最近有一本書叫The Effective Engineering 就是美國一個前Google工作人士 他之前有在Google在那個Quip Quoro還有那個Quip 就是一個筆記本公司工作過 那他最近寫了一本書叫The Effective Engineering 那他在一個訪談裡面就有提到 就是他每一次啊 他發現那個有效率的工程師 他會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這個東西 他必須要超過很多次的話 他就一定會去寫個工具 然後讓這個東西自動化 就是他發現能不能夠去寫工具 把這個事情自動化 是一個工程師有沒有效率的一個很好的指標 對一個有效率的工程師 他可能是會願意去花時間寫工具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回到那個原本的題目 就是持續整合 那持續整合基本上呢 它也不是一個行詞 我想大家可能多多少都有聽過 那這張圖示我在網路上找到 就是一個比較詳細的圖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的整中央 就是 目前我 游標 就是目前的游標 那個移動的地方 就是它這一台 Build Machine 它是一台持續整合的機器 然後一旦它發現到 有人把 東西放到Source Code Control 的一個System上的時候呢 它就會被Notify到 所以這個Build Machine 它就會開始做Build 做Test 然後如果它發現結果是成功 或失敗 就會同時發佈出去 那如果 各位有稍微接觸過一點 那個Ci的概念 的話 像這是一個CiServer 很基本的功能 就是它必須要能夠編譯 然後做測試 這個測試可能是做一些 單元測試 UI測試 但是也可能包含像靜態分析 比如說像是 一些語法上的一些 不好的寫法 可能不會Fail 可是可能會有Warning 或是你的某些 像我之前常遇到就是 Android有非常多語系 那如果你某一個語系的 那個ID沒有對應的值 比如說英文版可能有某個ID 有某個值 但是其他的語言沒有這個值 它就會給你跳那個 Arror 還是Warning 我忘了 看你的設定 就是你可能就Build Fail 就是一些很常見會犯錯的小地方 但它不見得是會馬上就有問題 可能就是潛在的potential issue 這樣 那基本上呢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CiServer 基本的概念 就是當使用者把他的程式碼放上去 那放上去之後 這個CiServer就會被通知 然後通知到之後 他也做一些相對應的動作 這就是整個持續整合最基本的概念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就是整個流程是包含五個部分 四個部分 那個設計不算 就是開發 建置 測試跟發布 那我們就依序來談 就是你們在做這些步驟的時候 有哪一些小技巧 或是有什麼工具 可以幫我們更有效的做一些處理 那以開發來說呢 就是工具上其實是嘛 必限力提起 所以其實我們開發的使用者 目前應該都會使用Android Studio 所以你們 我們既然Android Studio 是我們最常用的一個工具的話呢 那我覺得大家就應該要好好的來熟悉它 那首先呢 第一個我覺得應該要做的是 你了解常常的快速鍵 比如說有些快速鍵 是可以幫你做一些那個 搜尋 然後有些快速鍵 可能是可以幫你做一些程式碼的 一些移動的位移 或是跳躍到某個 參數的宣告的地方 這工具其實可以很大幅度的加速動作 就不需要用滑鼠啊 點在點去 然後再來呢 你們應該要修改你們的設定檔 因為很多設定檔 或是Plugin 其實是可以很大幅度的加快你們開發的 比如說 像是自動提示 可能預設有開 那像行號 可能預設是沒開 朱古時的 可能就是這些設定檔 你可能把它改成一個 你覺得比較舒服的狀態 你也喜歡的狀態 然後再來是更重要的 可是你必須要把設定檔匯出 因為我們知道電腦這個東西是很難說 你可能會不見 甚至在一個團隊開發的時候 如果你有對於Coding Style有要求的話 其實你透過設定檔就可以做很大幅度的一些調整 因為它會在程式被存檔的時候 把整個Code做一個適當的format 就是它那個Coding Style會發到你設定好的那個格式 所以盡量你必須把成長匯出 然後再把它Check-in到你的那個 Version Control其實層上 那這個步驟基本上很多人會忽略 因為很多人可能就是設完之後就放著嘛 反正很久才會重灌一次 但是其實如果你們是一個團隊要開發 你可能機器可能不在你手上 你可能就要換一台機器 或是你今天團隊有新人 你一旦記得有把設定檔匯出的話 其實是非常方便 你很多文件啊 很多口頭上的交代都不需要 就叫它把這東西input 然後就萬事ok了這樣 頂多再加一個文件 然後描述一下帳號密碼 一些發送號的設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對於Android Studio的一些快速鍵 或是操作的小技巧有興趣的話 這是一個我之前google.io submit的一個影片 就是它有介紹很多Android Studio的小技巧 那這部分如果你們之後會去看我的blog的話 我應該也會做一些整理 所以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這樣 好 那揮述跟揮述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不多說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蠻單純的動作 就是你們就把檔案揮出到一個jrfile 然後再投過jrfile匯入這樣 好版控 那版本控制基本上我想 我假設大家都有在做 那如果大家沒有在做的話 我還是簡單提醒 就是基本上版本控制的目的是 為了讓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去追蹤我們程式碼的變化 甚至可以更有效率的回溯到某一版程式碼 比如說我們很常會發現說 我程式碼我測了沒問題 然後但是我combing到server上的時候 可能因為之前的版本跟我目前的版本是不同的 然後就發生了問題 那這個時候通常 如果現在又要release一個call怎麼辦 就必須要reverb 就是你必須要把它回溯到某一個穩定的狀態 那在以前如果你不做source control 就是你不做版本控制的話 這個動作會非常非常的噁心 你應該做不到 就是除非你有把所有答案都另外存起來 所以基本上有verge control 會把這個動作非常非常大幅度的簡化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們今天有同事需要做一些版本的修改 做一些程式碼的修改 其實透過source control 會把一些merge的動作 會輕鬆很多 它會幫你做一些自動的整理 然後只挑出必要去做人工判斷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confree 那你不透過source control 其實這部分也會比較困難一些 就是一個是版本的回溯 一個是版本的從事碼的merge 那git的話 大家應該都聽到很久了 那它意思也很悠久 那它基本上它是一個分散式的版本控制系統 那分散式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server跟你的桌機是沒有連線的 你跟你的開發機是沒有連線的 你在這口端一旦一樣可以繼續寫 一樣可以繼續開發 然後最後再把co-merge上去 它程式碼會自動幫你處理 就是中間miss掉的這一段要怎麼樣去處理這樣 那github的話 它是一個線上的一個程式碼托管的服務 那它也非常的紅 它好像之前也有他們的開發人員來台灣演講過 好像是在其他conference 那這個服務 那還有像github之類的 那這兩個服務其實都 它還有像bitbaki跟github 這兩個服務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做選擇 那因為我個人是比較懶 因為我覺得是人多 或者跟著人多去就對了 因為這種東西文件多 然後資源多 所以我主要是用github為主 那如果你們今天 因為github如果你想要用在公司的開發 你可能會需要一些私有的report 那如果github上面要有私有report 是要收費的嘛 它只有open source是免費的 所以你可能會想要加github 那github基本上它也是一個蠻方便的系統這樣 就是你可以把它很簡單的架在 比如說像個vp的虛擬機上 或是公司的主機上 那它也會提供類似像github的一些功能 好了github基本上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知道它會有程式碼的管理 其實它除了程式碼的管理之外 它還有幾個功能 是可能大家比較會忽略 可能不知道的可能就是會 沒有意識到它可以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它可以支援文件的生成 就是你們可以用markdown的方式 產生一些必要的文件 其實文件對於開發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在開發文件的一些撰寫上面 是相對比較方便 然後再來它有issue tracking 就是你們可以去爆bug 然後可以去追蹤 那它什麼都會被解掉 然後再它有wiki 然後它有任務列表 它有干特圖 就是你可以去看這個東西的開發 是它的每個issue大概花多少時間 然後它的流程大概就怎麼樣子 但是我們雖然覺得github已經很方便 但是還是很多人不是很喜歡它的那個介面 特別是像以前它的issue tracking system 還沒有改的像現在一樣比較好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覺得它看起來是有點短的 所以它有一個外掛 一個google chrome的外掛 叫zenhub 它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它是一個google chrome 跟filefast的外掛 你們安裝了之後就可以 然後再登錄你的pHub帳號 你就可以去看你的issue 它就會長得很像是我們 我們一般在那種看板法 看板法這邊可能簡單講 就是看板法基本上就是說 它我們會把一個開發的流程 分成很多個狀態 比如說可能是在 這個你可以自己切啦 但是一般來說 你可能會分成就是計畫 Bellog就是已經列出 但是還沒有任何的想法 然後一個是計畫中 一個是開發中 然後一個是已經完成 然後甚至已經驗熟 就是它會有幾個stage 然後它會在看板上就是 有主導有每一個column 就是這個fast的狀態 比如說可能最右邊可能 最左邊可能會是Bellog 或是計畫中 然後再下一個可能就是開發中 那下一個可能是開發完成 那下一個可能是已經驗熟完成 就是這樣 那它會幫你把這東西 做一個很視覺化的 也可能漂亮的處理 那如果你們要追蹤issue的話 其實會變得比較簡單一些 然後它也可以去產生像 Bellog這種東西 就是如果你們要去追說 這個issue到底 這次 這個段時間 我們到底解掉了多少issue的話 其實它會幫你做一個視覺化的呈現 是也蠻方便的 然後再來你也可以 所以它也有提供比較單純 像是tutoolist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 它會把所有的issue都列出來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說 你這東西開發到現在 就是 還剩多少東西要開發這樣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是我們所謂的持續整合服務 那持續整合服務它是 它就是我們剛剛提到CI Server上面 就是那個CI Server上面的那個process 它提供了服務 那常見的話呢 一般來說也是兩個 就是一個是Jenkins 一個是Travis CI 但還有其他 比如說像是Circle CI之類的 不過因為Travis CI 它對Open Source Project 它是免費的嘛 所以一般來說 Travis CI也是相對來說 popular一些 然後Jenkins的話 我們公司之前是用Jenkins 就是加在自己的主機上 那這部分其實也是算蠻方便的 對 那Jenkins 這個東西 因為 我這邊沒有寫太多 因為我想說 這部分大家可能 比較熟 那 但是我可以稍微多講一下 就是說 一個CI Server 其實它並沒有什麼秘密 它能夠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它會定時的去做一些動作 就有點像我們以前Linas的quant job 就是它會在特定的時間做特定的事情 一個是它會根據特定條件的觸發來做某件事 就是它當 比如說當你commit了一個call 或是當call buffet 他收到這個notify 他就會開始做一些處理 那 雖然說Jenkins 雖然說一個CI Server 它的原理是這麼的簡單 但是因為Jenkins 它本身還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功能 所以讓它變得很powerful 比如說它有很多其他的插件 如果今天我需要去編譯IOS的system 然後我要做一些sign的動作 要塞一些千張 比如說group ID 或application ID的一些指定 或是我今天我做Android的開發 我可能需要做一些procard 或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比較後期的處理 那這些部分我可以 有些東西我是可以直接寫在Jenkins裡面 然後我是透過它的procard 直接做一些調整 就是我不需要寫很多的指令去改它 我只要在畫面上簡單的去做一些調整 這就可以了 所以Jenkins它有一個還算方便的web界面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就是它對於很多非RD 像是我們公司有很多designer 前公司有很多designer 它也會用Jenkins 來啟動一些動作 或是做一些調整 就是如果說今天這個Jenkins 它沒有包含web界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可能就變得比較困難 那因為一間公司它一定不會只有技術人員 它可能也會有很多非技術人員 所以我覺得降低使用門開 也是蠻重要的一環 那Travis來說它就是web上面的一個CI的一個server 那這個部分可能有需要 這部分如果之後我的投影片 我會帶大家怎麼做它的操作設定 那今天我就先不講 那我先講 那講就是說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你要在Travis上面 去build一個Android的system的話 其實是還蠻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下幾行指令就可以了 應該說你只要編一個幾行指令的腳本就可以了 其實它這個東西是蠻單純的 就是你可能只要指定一下它的那些build tool 就是一些編譯環境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在國人 等一下會講到國人的 我先繼續在這邊講完它 就是我們在編譯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需要指定我編譯的時候 是用哪些tour 哪一些library 哪些環境設定 你只要環境寫在那個腳本 寫在這個設定檔裡面 其實它就幫你做處理了 就其實還蠻方便的 它不需要寫很多的扣 好 那再來就是講到編譯的部分 因為剛剛建制講完 建制就是跑一個指令 那如果你希望你今天跑的指令是編譯焉著 那你當然就是要寫一個腳本 或是寫一個設定檔 讓你的編譯可以被成功執行 那這部分來說 很多大家就是很熟悉的Grandl 在這邊就出現 那因為在座有一些還不是Android開發人員 那我稍微講一下 但是Grandl基本上它是一個CombinLight tool 然後它可以很有效的跟Android Studio整合 它有Plugin可以跟Android Studio整合 所以我們在Android Studio上面按ROM的時候 其實它是骨子裡是在跑Grandl的腳本 然後再來它也可以 因為它本身就是CombinLight的一個Tour 所以它也可以跟CI很有效的整合 對就是因為CI 再講就是CI Server 它其實就是定時或是根據事件的觸發 去執行一個任務 所以它本質上你必須要給它一個可以執行的命令 它才有辦法執行 它的語言 它是一個Groovy的一個Script 就是它是根據Groovy 然後再做一些調整的一個 叫DSL 就是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就是一個直語言 那透過Grandl 其實我們會把很多東西做簡化 像剛剛提到 我東西可能會有付費版 會有免費版 可能會有平板 可能會有手機版 那我的手機可能會有 像現在一定要有6吋、7吋的手機 那也有可能像早期可能只有4吋、5吋的手機 甚至然後還有像是 今天我可能發行出去之後 我想要把某些功能 針對某些人關閉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Frave 就是 直譯叫做風味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專門的用法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想要開發某一個特定的版本 根據同一個Source Code 然後做一些設定調整的話 就是這叫Frave 當然你可以給它 你可以改東西很多 比如說它 你的APP的名字 然後你APP的一些resource的使用 都可以做調整 然後再來它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dependency management 就是它可以很簡單 你只要透過dependency 然後加上require 就可以把很多你的 需要的separity library 可以鋪進來 所以它基本上 其實是一個很powerful的一個tools 這也是我想 這也是為什麼Android 會使用它的原因 那要編譯它不難 就是如果你在Windows上 就是像Grandall 那個assemble debug 這邊就是它會 它會build出一個debug版 然後我記得是不會跑測試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下 Grandall task 那這個task 是你自己指定的 比如說我們之前 可能會說Grandall clean 那它就會把一些 你產生的一些 其他的底層的指令 底層的一些resource 可以把它砍掉這樣 好,那編譯的部分就到這邊 那最後進行個相對 對來說比較龐大的部分 就是測試 那這邊我可能會 稍微花點時間做說明 進行測試的話呢 我想一下 對,我要講 就是我之前 應該說我先這邊 就是我之前參加很多conference 其實我聽到過很多類似的主題 都是講Ci 那我聽完之後 我就會很高興 想說來灘大的人都是 對這個有興趣的 就會問說 那你們公司會不會寫測試 對,那我會覺得就是 應該說蠻出乎我意料 就是好像大部分的公司 他們是不寫測試的 雖然這好像是一種常態 不知道這幾年有沒有稍微的改善 不過大部分公司是不寫測試 所以我今天講的部分 我是希望就是能夠讓大家理解說 其實寫測試不是很難 寫測試其實不是很難 那很多時候你會覺得很難 其實只是因為少了一個人 帶你走過一開始最痛苦的時候 那我會希望就是 之後那個實作影片可以幫大家 走過這個痛苦的時候 好,那一般 說測試有幾個原則 就是叫做Frust原則 那個Frust寫出 應該是全大寫的 它是縮寫的 它第一點它必須要快 因為我們知道測試的東西 是編譯 要建置的一步 測試的東西它在建置那個路線上 一起處理 所以如果說我編譯完之後 比如說足跡很快 可能10分鐘或5分鐘編譯完 那如果測試跑個一小時 那就很糟 因為可能我每次考密之後 我都要在等一小時才能考密 那再來是我每一次的測試呢 都必須要是independent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今天我的測試 是相依於其他的測試 那我的測試fail了 我會不知道到底是為什麼原因 可能是我這個測試是不對 或是我這個測試被其他的測試影響了 所以它害我fail掉 所以每個測試之間應該是可以獨立的 那它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把所有的測試 跑在不同的機器上 一起執行 比如說可能1000個測試 那理想的情況下 如果我有1000台主機 我可以一次把它跑完 我就不需要等 這1000個測試依序的跑完 或者是我可以把它的順序亂掉 比如說我可能今天是從1 第一個跑到第10個 我明天可以從第10個跑到第一個 它一樣會通常pass 就是通常會pass 然後再來是repeatable 就是說我這個測試如果它是fail的 它always會fail 如果這個測試是pass 那就always應該要pass 這就指說我今天committed 這段call 目前call base是一樣的 測試的call也是一樣的 那我今天跑第一次pass 第二次pass 第三次fail 那這就不是一個好的測試的現象 那它最常見是什麼 最常見是我們可能過去在 那個UI測試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sleep的動作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 在測那個sroid的一些行為的時候 我們也會做sleep的動作 其實這個是非常不建議的 那如果你真的這樣做之後 它就會變成就是你的這個測試 就是第一次可能是剛好 它那個sleep的時間夠長 你就pass了 那你可能第二次發現它不夠長 就fail 你可能主機的執行速度是不一定的 那這就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測試一定要能夠repeatable 然後再來是它能夠safe validation 就是說它必須能夠自我驗證 就是說你這個測試是執行完之後 他必須要告訴你說 他到底也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你不能說跑完之後不知道 欸這個東西其實為什麼會fail掉 就是當然你要找bug是要找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測試fail是什麼意思 對就是它這個fail是指說什麼行為不對這樣 然後再來是timely timely就是說測試要剛好在開發功能完成前 或開發功能剛完成之後就寫好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測試 有一點fail這樣也不好 就是剛好在你功能開發完的之前或之後的 差不多那個時間點一起被完成 那tip3a就是指說 你測試基本上它會分成三個動作 第一個是arrange 再來是act 然後再來是assure 那這邊講可能有點複雜 第一個就是說 測試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我一定是說我想要做某些事情 然後驗證它是 不是如我預期的完成 所以act就是指我做某件事 而s就是指它驗證是不是如我預期的完成 那arrange是什麼 arrange就是說 我會先把我所有需要的資源 比如說我需要設定的一些 指欄位我都先設定好 所以我的行為定是 我先把我所有需要的resource 需要的指都先在最前面設定完 然後再來執行我要執行的動作 然後最後我會跑一個驗證的動作 這就是一個叫做arrange act 那它還有一個更強的版本是指說 我每一個測試都應該只驗一件事 但這邊的一件事是有點難定義 就是說你必須要只驗它相近的一個行為 比如說你不可以說我今天這個測試試驗 他們相加會不會正確 但是這個測試這個assure的下一個動作 反而是因為他們是不是能夠做什麼複雜的密碼解碼計算之類 就是不能這樣子 一定是要能夠邏輯上相關聯 不然你會發現說這個測試fail掉 然後你也不知道是哪邊出問題 好那常見的測試library基本上有這幾個 JUnit 那隔壁 你們大家很朋友 隔壁剛好在介紹JUnit的file 那這邊 目前Android還是用JUnit的file 然後再來是AndroidTest的support library 然後再來是Robletic 這邊好像打錯字 我等一下再蓋一下 Robletic 然後再來是Expresso 然後再來是Mokito 那就一切介紹 那正用Junit就是最常見的單元測試的工具 那一般來說 我的習慣是我們會 我們公司的專案會把Android的code 跟Pure Java的code分開 成兩個不同的project 就是我Pure Java的code 可能是我程式的一些邏輯的行為 比如說可能是一些計算的動作 可能是一些值的儲存 那我們會把這部分的動作 我們會把這部分的動作 放在一個單獨的project裡面 然後Android的project 會去依賴它 去include它 那這樣好處是說 我這個Pure Java的project 可以完全用JUnit來執行 那就可以在PC上執行 那就會非常的快 那我跟UI跟Android platform 我換了再用別的方式去處理掉 那再來是Android Testing Support Library 它這個名字 我一直不確定這樣寫對不對 因為它之前是叫Android Extrometation Framework 那它因為它一直改版 它最近版好像是叫這個名字 Android Testing Support Library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Android的API 在標準的Java API 是沒有支援的 好再講快一點 然後呢就是它需要 所以我這個東西 它必須要能夠有另外的Library去支援它 那這就是Android Testing Support Library 那它必須要在實體機 跟虛擬機上面做支援 然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Framework 叫Robotic Robotic Robotic就是說 它把Android的API 通通通 porting一份 到了PC的platform上 所以如果你在做測試的時候 includeRobotic Library的話 你就可以把所有Android API 相關的測試 跑在PC上 那我們都知道 模擬器跟PC的速度比起來 那個比較快 肯定是PC比較快 所以它就是可以非常加速你的 Android的API 相關代言測試的速度的技巧 那我們這邊 OK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 然後再來是Expresso Expresso的話 它是一個UI測試的工具 它也是一個比較新的UI測試的工具 那它優點也是 它可以非常的快速的執行 跟以前的UI測試比起來 它是一個相對快速的執行的Fanwork 那它也是可以跟Cucumber做一個整合 那Cucumber是一個自然語言的一個寫測試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Cucumber寫一些 用類似像你寫作文一樣的方式 來指定你的測試的動作 然後再結合Expresso就可以 用比較口語化的方式表達你的測試這樣 然後再來是Mokito Mokito這部分它是一個很常用的Mok framework 那所謂的Mok是說 今天我做測試 我希望我的環境是單純的 所以我會把很多跟我這個測試無關的東西 比如說網路 比如說資料庫 比如說像 File System之類的 或者是其他太大的Library 太大的那個需要Initial很久的一個物件 我都會通通用Mok去把它取代掉 它會回傳一些預設的行為 但是可以大幅度簡化我測試的複雜度 所以Mokito是一個蠻方便的工具 就是如果你們前面這些東西都不熟悉 可能Mokito稍微了解一下會比較好 因為它真的蠻能夠簡化你的開發 如果你不這麼做 你可能叫自己寫Mark Object 那也是蠻痛苦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做過這種事情 好 然後再來是Clean Attach 這邊很抱歉沒辦法講太多 那它進行的是說 我們寫測試 會覺得寫測試很難 其實是因為我的程式 不是寫來測試的 就是說 我的程式的架構其實不好測 那這個東西是為什麼 因為我的測試可能本身包含太複雜的邏輯 我可能太多的狀態是互相依賴的 就是它切的不夠乾淨 那變成我要測某一個物件的時候 我必須要把其他物件通通粗食化 所以我可能只為了測一個單一的功能 我可能就要劈一趴建很多新的東西 那Clean Attach 它是一個通用的一個架構概念 那簡單說就是它會幫 它的概念就是說 我的程式應該是一層又一層 一層又一層 那這個圖可能有點小 就是它最上一層可能是 UI Web Networking 然後中間可能是你的 Business Logic 然後在最底層可能是你的一些Data 就是說你的UI是相似 相似於你的 Business Logic 然後再相似於你的Data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會發生說 你UI相似於你的Data 然後Data相似於你的UI 這種很奇妙的狀況 你就不知道怎麼開始測器這樣 就是單向性 那這個東西它會 大家就講到這邊 簡直就是說 你們可以透過修改你們程式碼的架構 讓你們的程式很好測 所以寫測試困難的原因 一部分是因為可能大家對於測試Library不熟 第二部分可能是需要去思考 你怎麼樣去調整你的架構 讓你的程式可以被測試 再來是發布 那發布基本上就沒什麼好說 它就是你把東西放到Google Play上 那放到Google Play上 那放到Google Play上 我們有整個Plug In 第一個是你的Grandall Play Publish Plug In 這東西就是蠻方便的 它就是可以讓你把上傳的動作做一些參數化 就是你不需要去那個Web界面點點 就是把它寫成一個腳本 然後你可以指定每一次上傳的一些動作 就會很快可以完成這樣 好 然後最後一個是Questhetic 這東西可能跟發布無關 它其實跟你發布之後的一些後續的追蹤有關 那你不用Questhetic也可以 它有很多類似的 那它概念是什麼 它概念就是說它會埋在你 你會引箱一段code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然後它會在你App一啟動的執行 然後它會去 monitor 你所有的expression 或expression的發生 不管是long time 或者是 主要是long time ecession 所以就知道你程式碼 crash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知道我們程式碼 一旦發布給使用者使用 然後發生問題 我是絕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一個separity的一個tour 幫我去追蹤就是 到底使用者是錯在哪裡 它會做一些檢查 比如說它會針對你不同的機型 你是錯在什麼機器上 然後你是什麼時間錯 然後你是 這個錯誤發生過幾次 都會把它記錄下來 是蠻方便的 那它的UI就是它會有一個 比如說這邊就是說 我可能是某個程式碼錯 然後它的機型 它的時間的分佈是怎麼樣 好 總結 一個產品到發布給使用的之前 它包含了開發編譯測試的動作 那這部分是非常非常的長的 那作為一個RD 我最希望的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東西精簡 那怎麼精簡就是我必須要把我不想做的事情丟給別人做 那今天沒有人幫我做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怎麼辦 就是丟給機器幫我做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工作就是專注在開發上 除了開發這東西盡可能的 然後再來是我希望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設定都盡量的寫成腳本 然後它可以被擺控 它可以被分享 它可以被 電腦如果爆炸或重灌之後 可以重新再開始的時候比較快 好 那參考資料很多 那就不一一列舉 那這兩本書它看起來算長得很像 但是它是兩本書 一個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 一個是Continuous Deverry 那這兩本書都很重要 但是可能就是要花一點時間看 那我大概也是稍微掃過一下而已 那它有Continuous Deverry它有中文版 那Continuous Integration 目前好像只有簡體中文 那我不知道大家幫我方便走 那或者是你們可以上Yamashin 可能買電子書 我覺得你買不錯 然後最後就是 願成是支持人運力統在 那希望大家不要再成為一個忙碌又苦命的開發者 可以通常很輕鬆這樣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再用一次掌聲 謝謝獎者 然後另外就是服務台那邊有一個訊息 就是說這邊有沒有車主是7719NJ的車主 你停在元溫貫服的對面 然後那是韋庭所以可能要麻煩你移車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這場議程就到這裡結束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